你看这个西方,这个A,它代表这个头,人的头,Man, Woman,B,就像一个棒水,Bow,棒球啊,什么这些东西,最起初都是有意义,S,Snake,这就是蛇的形状, F,像女人的头发,E,像这个眼睛,原来刚开始都是好好,后来就被人搞,什么也不像什么,其实说别人,我们先反省自己,这个有的时候怎么说呢,这个我呢,有没有办法去决策这种事, 他简化自然是方便写,但是说有的人你不能失去本意,有的人怎么说呢,真的像形文,他就得画得像,他才那个意思,但是有的人现在不会画了,那你,那你,那就是有的人不会写字,他会画画,对吧, 有的人说的不像,那你可能这个字你就不认识,所以就规定,但是说,这个他的这个利弊啊, 说完这个文跟字,就我们先简单对比一下中西方法,这个语言,本来是没有国际的,最初这样,这些文字,我们最初都是为了像,表达这个意思, 语言,最初我们就讲这个原始社会,是吧,就是说你,你这个,面目表情,我们不用讲,啊,这,这,你,你这个,呃,喜怒哀惧,这,这些东西,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, 发出的声音,啊,你发出那种,啊,你发出那种,他自然是带着那种气场,啊,因为你不管说个什么字,你的语态,中国人尤其讲的这个,啊,我不管你说的对不对,你这是什么态度,啊,什么德行,啊,这个管理也要看德行,你说管人跟德行有什么关系, 也凭你那种德行也想管我,这其实才是,啊,所以我们中国,啊,最重要的东西,啊,其实放,放出四海,啊,这个才是根本的东西,应该这样,啊,呃,我们说这个西方,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好,你看他这个,现在的,呃,语言,就是他,曾经西方电影也热不,对吧, 就是,就是,我们看那些,感觉他们说那种话,很潇洒,就是,有的时候,他们也有简单的时候,但是,我们翻译过来,有的时候就翻译不好, 就是说,excuse me,那你说原谅我,请,请谅解,打扰,你怎么翻译都行,morning,早上好,其实就是打招呼,啊,那在中国,你早上好, 啊,就是,就是告诉你,我来了,那你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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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吃,你,请我啊,啊,这个就是,有点抬杠,包括,当时开玩笑,可以不要,啊,啊,你在上班的时候,你就早上好,你就意思我来了,你这个翻译一定要会翻译,你看,当初这个,文成公主到西藏去,张希特勒,怎么来的, 那个时候,就是,就是,就是 这是哪里 文成公主到哪不知道啊 结果那个翻译官是最好的翻译官 了不起 就是 叫你问好 公主向你们问好 对吧 其实你在哪 跟他们没关系 他不知道 他当然要问 所以怎么翻译 现在这个中西翻译这个书 乱七八糟 然后给人搞得糊里糊涂